《三昧正寿》 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三昧正寿 那么就有人问了什么叫做正寿 其实正寿可以讲也是三昧 是同样的 那特别方面来讲起来呢 所谓的正寿啊 就是说他是不偏邪的 这个正啊叫做不偏邪的 那么这个寿呢 就可以讲是接受 其实不偏邪的 这种接受也就是三昧 这两个是同样的 一般在解释这个三昧跟正寿 都是同样的 正寿也就是三昧 也就是正定 那么三昧呢 也一样是正定的这个意思 那么 这个 我觉得 我们大家在一起啊 这个师中跟所有的弟子 都是有他的因缘 还有很特殊的这个因缘 大家才能够这个相继在一起 那么这当中都是有缘分的 那最近呢 我自己在禅定之中啊 也有一个这个 这个结受 那这个结受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言 那么我在这个禅定之中看出啊 在宋朝的时候啊 以前 宋朝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道官 叫祥淫官 那么在这个道官啊 里面的这个住词啊 叫做 这个 这个 法阳道长 法阳道长 祥淫官 法阳道长 那么这个 法阳道长 他是在这个官里面 做住词的 那么我在看呢 这个官因为是在山顶上 很高山的山顶 那么附近呢 村庄呢 有一位这个 这个村姑 村姑呢 就是这个 一般村庄里面的 乡下的人 他常常到这个 官里面来 这个来朝礼 那么来那里 做义工 现在讲起来就等于是义工了 在那边打扫这个 祥淫官的 那么他人长得 我们称为可人 什么叫做可人呢 很可爱的样子 那么长得这个 清清秀秀的 很可爱 但是因为是乡下人 那就是 好像没有读什么书 当时的这个 祥淫官的住词 这个华阳道长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么姓李 这个华阳正人 本身姓崔 那么这个姓李的 他也常常到官里面来 这个谈贤 论道 这个姓李的李居士 是一个读书人 那么经常到官里面来 跟这个华阳道长谈贤论道的 后来他自己本身 也有想出城的这种观念 但是他偏向于 这个佛家的思想 他跟这个华阳道长 是很好的 很好的朋友 这个村姑呢 也经常跟这个李居士 见面 那么李居士 也常常指点他 他有事情 好像对于 这个学道方面 有什么问题啊 他也去请教那个李居士 他经过了一段 很长的时间 这位李居士 他跟一位出家人 一起呢 去找一个法师 他要梯度 要出家了 这个李居士 跟那个 一个出家人 去找一位很大的法师 据我观察 这位法师 也在现在 还佛着 不是说从宋朝 佛到现在 是说他现在 也是在转世 也是这一世里面 有出现 他就是燦淫法师 他要去找这个 燦淫法师 剃度 李居士 要去找 燦淫法师剃度 那时候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发扬道长 在祥银馆里面 他也是在那边 修道的 结果 这位村姑 跑来找我 他整个都 人都好像要哭倒在地上 我问他什么事 他说 他这一生当中 只有一个人 他只想跟一个人 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假如这个人 本身去出家了 他就 等于要上吊了 发生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村姑 哭得很凄惨 在我面前哭得很凄惨 那么我看他 实在也是很可怜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把李自私 在半路上追回来 因为他这个 这个村姑啊 本身来讲起来 他的知识不是很高 但是呢 他的这个执行是很真的 那个华阳道长 看到这个情形 这个村姑是试死的 试死 也就是说 他发誓一定死的 那个情形是很严重的 没有办法可以 那么一定要在半路上 把这个李自私 跟那个他的朋友 一个出家人 在半路上给他 找回来 那么我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呢 就是去帮忙这件事情 到最后找到这个李自私 是很困难找到的 但是我那时候虽然 是华阳道长的身份啊 也是能够有神算的这种本领 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我把他找到了 把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讲给这个李自私听 那这位李自私 当然他有出家的意义是很重的 但是呢 他又被这位这个 村姑的这种真情所感动 最后的结果 他是起了这个村姑 他被没有出家 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在禅定 三昧正寿之中 看到这一幕情形 从头到尾 没有 没有一点忘念 我就是安静的 进入三昧正寿之中 从头看到尾这种情形 我就是宋朝的华阳道长 那位村姑是谁 就是连登 那位李自私是谁 就是苏灵 不过这也是很奇怪的一种言 这个就是言 应该讲起来了 这个明明李自私是难的 但是这一次它是你的 这个连登是难的 但是它上一次是你 你的 这种事情 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很难很难去想 很难很难去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却能够在 三昧正寿当中 观察这个阴言 这个正寿啊 就是没有忘念 没有去想 不是去编 那么为什么好像这一世 又会在一起 你说连登以前 它本来就是在我 这个香淫观 观中里面 当义工的 那么李自私本身来讲 在宋朝的时候 是我本身很好 谈弦论道的朋友的 那么这一次会 转成这个样子 当中当然有很多的 因果关系存在 有很多的因缘存在 那这样算起来 他们也是二世的夫妻 有两世 两世都是夫妻 这其中因果的关系 是错终复杂的 是变过来变过去的 你的会转成男生 男的会转成女生 那么我看到他们已经是二世的夫妻 看得很清楚 所以两个人的这个情形 原来这个李自私本来是有出家的言 他怎么会这一次会变成你的呢 那反而这个村姑是很执勤的 他这一次怎么会变成男的呢 又李光头呢 这也是很奇怪的一种因缘 所以我在这个三昧正寿当中 观察所有的弟子 也能够 从这一种这个特殊的缘分之中 了解到这个整个事情的因果 所以才能够好像我们之间 大家在一起 这每个人在一起 他都有他的这个缘 不是这个缘 是不可能是在一起 那么有这个缘的话 就应该要珍惜 那夫妻的缘 师生的缘 种种的缘 牵缠在一起 就变成了 这个我这一世的这个 等于一种旧度的这种工作 那很多世的缘 差不多跟着世众很久的 或者是说来啊怎么样子 都是一种缘分 像两百万的弟子 那就是两百万的缘 整个都是缘缘在一起的 那我在禅定之中 我看啊 这个三世因果 我便没有特别去 怎么样子去想 我就是安静地坐着 那么让心无穷尽的 变成无穷尽的心 然后呢 它就出现 那些情景 完全就跟荧幕一样的 这样子出现 因为我是无心而观 所以所得到的 正是三昧正受 所以我今天只能够 跟大家讲 他们两个人的因缘 那么我们之间 每一个人 都有每一个人的缘 以后假如我在观察之中 知道你们的前世的缘 很清楚的话 而且是三昧正受 我可以好像说说 跟大家谈一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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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